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凭一笑一个眼神一个姿态 都让人笑弯了腰 但是 无论在戏里还是生活中 沈腾的幽默和大多数东北人一样 都不具有任何优越感和攻击性 要么是自嘲 要么就是尺度合适的玩笑话 当别人笑他娘的时候 他还会故意露出一丝疼妹的娇羞 他就是把自己当普通人 和大家一起分享普通人的笑和泪 才收获了绝佳的全民喜好度 当然 放眼整个娱乐圈 就算不是专门演喜剧或不走邪性路线的 东北籍艺人也是自带喜感 比如自称《九亿少女的梦》得零更新 高傲自恋贫嘴中带点接地气的傻气 社交媒体平台像是和粉丝的大型相爱相杀现场 还有同样完全不忌惮赞美自己的颜值 甚至把自己比成老了的刘浩然的雷佳英 那吹雪的本事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让人忘记的 说到东北搞笑担当 吉林搞笑boy 魏大勋肯定也算一个 本直是综艺之王 每每亮相各大综艺节目总是喜剧感拉满 比如 和王源搭档饰演王子和公主 魏大勋在节目内全程投入 但现实世界也没有从幻想中抽离出来 和王源互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公主 细金牌白雪公主 王子吻我 王源在下面紧回了三个字和一个表情 王子 族 东北明星 无论是实力派还是偶像派 都是十分亲和美包袱 自带幽默属性加成 又感染力十分了得 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自然成为当之无愧的搞笑担当 这种东北人独有的人格魅力 也让观众们相信 即使是遥不可及的明星 也有着一颗接地弃儿的心 就像你身边的东北朋友一样 不用说什么特别搞笑的段子 关口的东北枪 就能让你无缘无故的想笑 老菊之前就想 如果有节目能让东北人齐聚一堂 鲁城东北相声团 光是作纳聊天 估计收视率都会爆棚 S老菊期待已久的愿望 也终于实现了 齐聚赵家班众多耳熟能详喜剧明星的 首歌真人秀团宗 象牙山爱豆团首播来了 海边喜剧人宋小宝和宋小峰 文松 杨树林 田娃 周云鹏 六位东北籍喜剧艺人 组成象牙山爱豆团 走出东北中心象牙山 一路南下 展开一场爆笑又暖心的象牙山团建之旅 喜剧界的开口柜 宋小宝应该不用多介绍了吧 损色 这俩字一出 大家心中应该也已经有画面了 还有这些年被网友玩坏的 雨露均沾鸣场面 宋小宝三个字 基本就约等于快乐出没了 叫道令人叉气 其他常驻嘉宾宋小峰和田娃 今年获得了 欢乐喜剧人第七季的总冠军 文松也获得过欢乐喜剧人总冠军 杨树林 周云恒也都曾在欢乐喜剧人等喜剧综艺中 有过精彩表现 但是这一次 他们组成的象牙山爱豆团不再只是喜剧人 而是每期都以全新职业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 雨晴蓝 李斯丹妮 张嘉尼等多位飞行嘉宾 到上海 杭州 三亚 成都 重庆等中国十座城市旅行体验全新职业领域 感受多样文化氛围 以生活化的视角 接地气的方式展现人之原味的东北喜剧魅力 对观众带去欢笑 看着象牙山爱豆团官宣海报里 赵嘉班兄弟六人的出游打扮 又以为是个嘻嘻哈哈 松松垮垮的团建 那就错了 那么离开东北这片热土后 去到不同城市感受当地的生活 不仅要与导演组斗智斗勇 还得使出鸡尾的舞蹈、小品、脱口秀、唢呐等绝技 以及靠着东北喜剧人独有的乐观 开朗出奇之胜 象牙山爱豆团首期节目就来到了时尚之都上海 爱豆团成员要和飞行嘉宾秦岚 完成一场高标准时尚大秀 但筹备期限只有一天 这六位加起来200多岁的中年喜剧演员 半辈子都没有和时尚行业接触过 甚至还因平均身高只有1.7米左右 而被老师嫌弃 啊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